那我只能跟大家說 我覺得他把我的尊尊都 就是 改正 對有更 然後本來我 因為我還沒看到 然後新加坡的演員他們是 新加坡的演員他們是 已經可以那個先提早看到比較多集 然後那個 在其中演洞煌 就是陳柔喵 他有一天 前幾天而已 他跟那個誰 俊雄 他們就突然把我拉進一個群組 就只有我們三個 我想說 欸 要幹嘛 宣傳不都結束了嗎 然後他們就結那個 我被阿美結罵的圖 這是台灣還沒看到的片段 然後就 就是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看到我被那樣對待 他們很心疼 然後覺得演得很好 類似這樣 那我自己剛剛沒看到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是真的好看吧 因為畢竟他們在新加坡也都是 拿獎的演員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後面 我是在演的時候真的有一種 內心有一種憤怒 就會真的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然後 就是一些橋段現在還不能爆雷 但是真的是蠻 算是受屈辱這樣子 但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立場 其實阿美結的角色 他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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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就是我也不覺得 他是真的有錯 就是我這樣講 不是想要讓大家說 對阿美結就是一個什麼 有一個影片 這是誰的手 他在播一個影片 他有一個聲音 欸好 不是怪怪的事情 我想要不要說 欸你怎麼知道 沒有 就是 就是 就是他 因為本來是狗仔嘛 但我的 這個角色的心中 對 對 記得這個 他的夢想有一個 他想做的 他想追求的真理 很耿直啦 但是不夠社會化 所以其實他 然後他 他又是一個 還沒出社會很久的人 所以呢 他就照著他的直覺去做事情 所以就會被主管覺得 你這很常有問題啊 為什麼你已經正做到一半 是你不做 然後跑去做一些 其實可能不會有人看的新聞或什麼 對 探討蠻多的 腦子有病嗎 腦子有動的啦 腦子有病 我第一次聽到 很想尖百分幾 但是他 就是他當下這樣罵的時候 其實他幫助到我在演那個 工作職場這塊蠻大的忙 而且其實他都很主動的 跟我討論 他臉上會怎麼演 那其實我一開始很緊張 就是殺心之後才跟每個演員 變得比較熟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他演得夠真 所以我的那個委屈跟 反正就是在現場 真的演到想哭的感覺 也不用很刻意的去擠出來這樣子 好玩笑的啦 就是會被說 真的已經不外星來的喔 就是 就是你的腦子可以跟上大家嗎 因為我以前大學的時候一定要更天兵 就是可能聽完人家講 我坐在那邊喔 然後後來沒有提到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還是沒提到 喔不對我反應背得太久 然後可能過五分鐘就說 欸你剛剛做的那個是 我跟妳講 昨天呢 就是我要約他吃飯 我說欸對不起 因為行星美姐有約我吃飯 然後我就跟他講是十幾號這樣子 然後呢後來他就回了我一個文字 很快的回說 天啊今天嗎等一下嗎 然後我就說抱歉抱歉 是我剛剛口誤 是不是說成今天了 所以我就回去聽沒有啊 我就說十幾號 你真的是會露聽很多重點的一個人 我的線有時候會 不知道歪去哪裡 你會診斷診斷都沒有聽到 我有啊 我還聽兩次 然後就 我想他不講非常清楚 就是十幾號 我以為他一直是在跟我說 十幾號還是 昨天的時間要 他要選一個 還是兩個舉動約 啊反正我就是 不會了 對你一定有某一根筋 跟別人長的不一樣 我腦子可能真的有一點小肥 對有一點短路 可是有時候他跟佛露哥的戲 我都會特別特別就是 對 嗯 比如就預告 我也不可以想看一下 我能不能把這個事情 你知道Mini這個戲 他是那個 偵辦一些案件嗎 懸案什麼的 所以我自己在看劇本的時候 也覺得 我跟佛露的戲算是 讓大家可以 有一些放縱的時候 對 對 因為他也是嘛 就是很多人就會說 怎麼可能你想要 加入豪門 就真的可以搭上豪門 對 可是其實很關鍵的是 因為我出現在他 最最最需要的時候 所以我不小心就是 間縫插針 我就變成他身邊 唯一可以說正話的一個女伴這樣 所以確實每一次案件這麼 這麼比較緊湊的時候 欸有人出來 請找談談戀愛啊 姐姐不逛逛逛逛逛好宅啊 就比較清楚 需要這些畫面 對 我是有看到一些 前面播出的片段 然後因為 因為其實 在我們心裡 就還沒跟不路哥變成 而且 大家對他都會有一點點 畏懼嘛 比如說我們在圓山的時候 我還記得喬喬 有問不路哥說 那如果我主動跟妳聊天 妳會 妳會 會打擾到這樣嗎 對 然後但是那個 我看到一些 片花還是什麼 就是反正我用那個 新加坡的軟體看的時候 我覺得不路哥對喬喬使出那種 就一直摸頭沙 然後就是 我說摸頭沙要這種事情 對就是在安慰妳 因為後面我就發現 一件很難過的事情 就是家庭 然後他在安慰妳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兩個也太 那個親密感真的讓人 就很說服我 然後看到伯路哥那些動作 就會覺得很 就很融化 就他們兩個的橋段 會讓我覺得 到底是不會爆發 對 他只是 妳不能跟他聊天想聊的東西 真的 他不會被妳帶走 我們這種會 希望大家接近是 可以透過分享 什麼幾個事情嗎 所以妳提出一個問題 也不是說硬療 就會覺得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聊養生 那就聊說 那妳有瘦身的經驗嗎 那妳有 就是 比較不好的減肥經驗嗎 就是妳會順著聊嗎 他非常難被順著帶 那他為什麼 他會走掉 嗯 他沒有興趣的話題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子 妳覺得好笑 然後每一次 每一次大家 就是知道有時候 我們從新加坡又飛回台灣 然後又做了一陣子工作 又要一起 飛回去新加坡 演情侶嗎 你看到他就是這樣 好久不見 妳就說嗨 他女兒 他女兒都比他越來越激 我都比他越激 但是他就是一下子之後 可能坐一趟飛機啊 然後他就 他又活過來了 對 他有一點時間 我們上次 他上次有件事 嚇到我 然後我就覺得 他根本就是一個 很調皮的大男孩 我們一起去一個那個展開活動 然後要合照 然後他也提醒我們說 欸 要比OK 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 我們的戲 然後就說 欸 要比OK 有完沒完都要比OK 可是感覺 喔天啊 他的 因為平常看他 他要不然就放空 要不然就沒表情 沒想到他真的有在思考 然後呢 拍完照之後 他就 你來做幹 我說 然後後來 我們搭高鐵的時候 我不知道會跟他同一班 然後我就走 我走在樂台上跟機械 就是我也在放空 然後突然後面有一個人 就很大聲的 哇 這樣衝衝 沒有這樣 就嚇我 然後是浦露哥 然後我就真的 他也沒有任何的嚴釋 沒有帽子 也沒有口罩 然後我就真的忍不住 我說 你躺躺一個 怎麼也講不出什麼厲害的 我說你躺到一個男女人 你在大體廣動之下 然後他就笑得很開心 然後就走回去 我真的覺得 浦露哥平常的男性 真的很大 他其實蠻怪的 我有一次跟他同一班飛機 然後在機場 然後呢 遠遠我就一直聽到人說 真的兩個男生的人說 欸這真的是喬耶 這隻喬耶 你不要變成 浦露哥他又怪你吧 不是 是他跟他經紀人 我真的不敢回頭 因為他們又怪聲怪掉了 就這樣尾隨我一路 我都不敢回頭 然後我旁邊有其他女生粉絲 我就不想說 把我包圍起來 我旁邊是什麼樣的怪人 結果一回頭 就是他們 他真的很好笑 你是我這樣演了幾分鐘 就這樣在我後面演一分 是不是有 確實是有點難想像 也是蠻有趣的 他是所有男生裡面 最皮的一個 對 確實真的挺想到 冠霆也蠻皮的 沒有他比冠霆還比 還有不太敢對人家 冠霆是白目 對 對 冠霆是有時候還就會覺得說 怎麼用白目啊 然後就是那種 小男孩的那種不成熟 對 可是服務不是白目的問題 他就是調皮 對 比如說我們去餐廳拍戲 已經凌晨了 然後他就拿著一隻刀 抵著我的背 然後就開始演那種 瑕疵認知 已經十二點了 然後我就會這樣 演生意死 然後 反正很多類似的 或者是 你去那種高級餐廳啊 然後大家就想說 旁邊有的是一些 你知道 看起來都還不錯的人嗎 我覺得會做得比較正 然後什麼 然後他就拿著他的龍蝦 一直在撥打電話 講電話 那就不止一次喔 就你可以一轉頭 欸他怎麼又在拿龍蝦講電話 就他是很 要這樣找一些事情 來做的那種人生 對 是他啊 剛剛的這次真的是他做的 還有無數的 可以舉的例子 例如下人啊 對 我是第一次被他想 希望沒有下一次 可是這樣的他我其實反而覺得是 會讓人放下對他產生的距離感 跟那種那種敬畏的感覺 敬畏的感覺在哪裡 就跟小弟老師一樣 一被小弟老師約唱歌 整個也是 覺得小弟老師 從那個天上 就回到地上這樣 老師你可以拿嗎 因為他們聽回到 約我來很多次 我要這樣嗎 老師現在每次跟我講話 講兩個小三下 就會這樣開玩笑 我就要下跪 再下跪一次 對 OK 可以啊 好 好 老師要講一下這次怎麼會選兩個 然後 我想 就是 巧巧的角色跟我演角色 我們那時候 我去角色公司聊的時候 他是都聊 就不是一開始就 是 我好像是先見真佩慈 然後呢我就說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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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好玩的 因為喔 他好像不是來談工作的 是我嗎 對 他 從整個 開始呢 他就是像一個小狗 那樣 小狗狗 他的眼睛就看著你 好像你現在要丟飛盤 哈哈 因為你是大家心裡的偶像 準備 準備要接那個飛盤在哪裡 你說什麼 他其實眼睛很認真這樣子 就是 就是很有趣 就是像一個小孩子 嗯 就是我覺得他就是 準備 就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他 就是很想參與 但是呢 他也沒有在跟你他啊 或者是 對 處理事故的打招呼啊 或者是 說一個沒有 他就是 現在是怎樣 其實現在 我很關心角色 對 因為記者很難 你們多難願 你們知道嗎 你們一下子這麼跟我們挑心 一下子又 嗯 就是 好好講 好好講 好好講話 我愛記者 我愛大家 有人講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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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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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思橋呢 我就覺得 嗯 我覺得 真思橋 非常的放鬆 我不知道他 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 不安 或者是 那個坦克 但是我覺得 他有非常清楚的 呃 非常清楚的訊號 就是 我想輕鬆一點 來跟你解釋吧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訊號 是非常切直的 那我覺得 范小孩 非常不容易 就是 你說他有心機吧 他很有心機 可是你說他裡面 有一種 志氣 就是幼稚的志氣 也有 我就說 其實這兩種女生 只在你生活裡的認識 就是 非常想 非常努力想 過到自己想過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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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身為女生呢 有各種的 嗯 身為女生 有各種的 弱點 是 或者是 弱勢 可是呢 也有什麼 可以運用的 武器 對不對 比如說 小愛 很會 很呆的聲音 說話 等等 對 對 所以 我覺得 這兩個角色 應該也是 對生活中 這樣的女生的 很重要 謝謝你們 真的是投入 然後 常常在姐姐的時候 還一直笑 或者是跟著你們兩個 我 有相信你們 我覺得這最快 會 會 啊 剛剛我爸媽看情況 我如果覺得他們 都在嚴肅個屁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 就是我就會 不至於到家啦 就是 譬如說 我很小 我覺得我可能太小出道了 所以我也 比較小 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意識到說 跟家人相處 有多麼難得 和重要這件事 對 所以我在二十初 就很刻意的 有在練習 要去擁抱爸媽 還要去親爸媽 跟他們說 我愛你們這樣子 然後我爸媽就是 呃 有的時候就是 你會看他去抱他們的時候 他好像又忘記了 可能他好像太久沒有 見面或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 直呼他們的名會 就會說 某某某 小在那邊 我很愛你 知道嗎 就會跟他們 稍微撒嬌一下 然後我跟我的狗 是比較誇張一點 因為我跟他講話 基本上就是 因為我覺得他是小孩嘛 所以我也就會用 三五歲小孩 除非他做 做得很 不該做的事 不然我跟我講 我講話也是 比較疲聲疲氣的 對 大概是 就我非常知道怎麼 我讓另外一半笑出來 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 吃吃吃 有嗎 對好講完了 嚴肅的另一半 可以啊 我反而比較會生氣 另外一半就是 沒有辦法正經 正經 他是類似接觸不了或是 謝謝 就是我說我比較怕自己 另外一半沒有辦法正經啊 因為我會覺得 都大家都幾歲了 現在就是要跟你溝通的時候 這種時候我會比較害怕 他有很努力去做這個記者的功課 可是當時可能我用一個記者的標準在看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雲雲還是一個 他比較是一個菜鳥 就是一個菜鳥 就是 就是 熱情無比 可是 但是因為這個熱情可能 變成他的困擾 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其實是 在用這個想做一個好記者的熱情 在看配合 並不是真的說他適合做一個記者 你問這個問題是 你覺得他相認嗎 你覺得他相認嗎 你問這個問題是 我可以想到 在各位的工作 不是常常有的時候 線上影音 然後跑線場 然後甚至是 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叫什麼 特幻忘記 就是 配這個音 特幻忘記 過音 對對對 就是其實 然後我還上網搜 就是一個記者 一天的那個routine 或什麼的 然後我其實 我已經很久 拍戲沒有NG那麼多次 就是在拍那個 我要介紹被盜領八千萬的那個新聞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人在棚內 然後因為就是 因為實習的時候 我不是有交換一些記者 大大的那個line或什麼 然後我就狂問他們 我說怎麼當狗仔 然後問一問之後 他就告訴我說 什麼製糕點啊 什麼什麼的 我說那當狗仔的時候 就算 就只要 不是你拍的對象 覺得你奇怪 就把你姿勢 什麼 俯卧城在那邊拍 都沒關係嗎 他說對 就是不入境 你只要拍到那個照片 然後都講什麼 你可以選一高點 什麼的 然後後來他講完 我想知道的事情之後 我就問他說 那你可以告訴我 怎麼發新狗仔嗎 他就不跟我講 好 然後那個 反正NG最多次的就是要爆發 八千多萬那個 那因為現在的很多演藝媒體 都是會做動畫啊 就是讓我們看起來 覺得很有趣 不會枯燥 可是那天我就真的是 一個人在棚內 然後對著機器 一個人這樣講很多話 我就 我就很久沒有NG 十字以上的 但是我那天 很慘 很慘 然後就一直跟大家說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會卡在不同的劇 因為他那個要表現就是 就是你們會強調一些字 因為為了要讓 不是看著螢幕的人 也聽得懂嘛 所以就是 就會變成 譬如說我們要比他 欸你有聽過八千萬嗎 倒臉耶 可是在爆的時候就說 你有聽過八千萬 這麼多數字嗎 就是要 然後你就會卡在這 我的重音 然後頓點 然後可能就是 腦筋已經要想下一句 甚至還有一些動作 因為記者前輩跟我說 你在報這種新聞的時候 如果你手部都沒有動作 整個畫面看起來很無趣 所以我就要自己 別一些動作 譬如說大心理箱 二十六吋怎麼形容 二十六吋怎麼形容 然後就連在那邊 像瘋子一樣 然後當然 當然也不能不正經 所以就是 我要抓那個線 因為 如果是以這輩子生態來報 就一定不會是這樣 又變得太重 所以我那天就是在 各個表演環節上 不斷的 要不就卡住 要不就失落 嗯 就是邊講邊抖啊 就很久沒有體會這種感覺 很難去演 新二代吧 因為我覺得 那天那個誰啊 Sandy 就是 我就有發表了一篇 我覺得也新二代很難 就是因為我覺得 新二代也是在這個 光鮮亮麗的狀況下長大 所以看起來我們就是都跟 演藝圈的人很像嘛 但是其實家裡又並不是真的 那麼有錢 那可能從小耳目染 對這個行業是又愛又怕 因為也看到很多的 所謂的複雜面或黑暗面嘛 所以這種心裡的很嚮往 但是又很 又有某種程度的覺得 我才不想要做這個 就是這個 這種心情 然後我就說我不知道要怎麼演 因為看起來他是非常OK的一個人 可是心裡是完全不知道 這個也想做一點 這個也想要做一點這樣子 然後 Sandy就來我的那個 IG留言說 對 新二代是非常難演的 我就說 拜託你不要看 就是 因為我覺得一方面 是因為你沒有什麼人可以參考 因為很少有劇本 會去演新二代 對 所以 然後加上 老師也說嘛 可能我比較輕鬆也好 或比較放鬆 比較著手也好 但是 范小艾是一個心裡很不安定的人 所以我 我要一直提醒我自己 他看起來很OK 但他不OK喔 他看起來很OK 但他不OK 我就要一直告訴我自己 我是在逞強 我很OK 不是真的OK 因為我有時候太放鬆演的時候 我就會把他演起來 看他真的很OK 但是那個 那個很精神就會跑掉 所以就是 就是要後悔的東西 但是又不能用演的 我覺得這個很難 我想問一些問題 就是會覺得 我覺得我接一個角色的時候 我必須要認同這個 這個角色所做的事情 跟他的思想 可是我真的是一個 某種程度 我根本就覺得 我活在自己世界 我很開心 我為什麼要知道這個世界 發生的所有事 而且在拍這部戲之前 我是我不看新聞的 其實我是一個很宅很宅的人 宅到就是 大家在討論 世界的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都不知道 我也不感興趣 所以基本上這個工作 跟性質 甚至你們跟我生活 我真的抵不起 但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真的是到我演的時候 然後一直到我問那個 剛剛問我要不要去現場 看那個被砍好幾刀的 那個屍體的那個長官 我問他說 你可以告訴我 當你做這份動作 你必須要挫折的時候 還有就是 你可能只是要完成長官 教父你的任務 可是你卻被大家唾棄說 你心口為什麼這樣寫 類似這樣的時候 什麼東西之前你繼續做下去 他就跟我說 可是我覺得 我可以幫到人啊 如果今天他挖掘的一個新聞 即便再小 可是對 他就曾經做過這種事 然後他發現了某個新聞當中的一個疑點 而救了另外一個人的生命 那就我因此找到了可能跟自己的 就是他打動我而且說服我 然後我就也是覺得 真的啊 大家也只是想把工作做好 而且我光是想到 我很討厭接電話 我不喜歡在那邊包電話 就是你們每 你們都不能把手機關機 然後你們睡覺 我覺得我如果當記者 我一定精神分裂 因為我都會睡不好 所以演完我真的是 應該說實習完 我真的 我以演一個記者為榮 是真的啊 然後就覺得 演這個角色也幫助到我口條 咬字更清楚 知道說好好講話的重要性